大家好,2021年3月29日,第三部视频 3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处理规定,试行版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就是发了之后,马上就开始执行 我们看看他这些内容有什么意思呢 前面洋洋洒洒,这个什么目的原则啊,这个等等呢 咱就不说了,重要性咱也不谈了 就看,违反哪些规定是属于需要进行这个组织处理 也就是说,哪些问题是他主抓的要处理的问题 这里边呢,列举了17个行为 是需要按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管理规定进行处理的行为 就说,以下这17个行为,党员犯了,就要处理你 我们一条一条的啊,跟着中共学习一下 第一条,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有违背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错误言行的 那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呗 党中央是谁啊,党中央就是那七个人啊 那七个人里边谁最重要,那习近平呗 那六个都是已经从这个离,叫什么集体领导变成了向他汇报了 那就是习近平代表了党中央呗 那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那就是要和习近平保持一致 那第一句话,言简意还,意思就是都要听习近平的话 所有的党员要听习近平的话 这是这十七条,最核心的,最重要的,就是全党,你这个首先,你得听习近平的 如果这条做不到,那这就是不孝有十七,这个不敬习近平为大 这意味这是十七条里边第一条 只要是你维护好习近平,这个其他的问题还可以往后排 不敬习近平,不听习近平的话 那你就要小心了,这是最大的罪过 第二,理想信念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 搞封建迷信活动,造成不良影响 或者违规参加宗教活动,信奉邪教的 那这个也很简单 一句话就是,要信共产党 别的宗教都不能信,也不能参加 其实呢,很多中共党员呢,都信其他的宗教 或者是都非常的推崇这些,具有一些这种宗教色彩 或者是神佛庇护的这种理念 包括习近平本人,在政治独争之中啊 碰到重大问题啊,采取哪些重要步骤啊 还都要请所谓的这个先知 神人来指点迷津 来预测啊,这个胸脊 来找一找哪个什么时候,做什么事 是及时,这个顺应天意 甚至哪里有龙脉 哪里是别人的龙脉,给他挖了去 把他走坟跑了啊 哪里适合见自己的龙脉 要偷偷的进行这种布局 第二句话呢,其实简单一句 总结起来呢,就是 指信共产党 第三个呢 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念 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利 做选择,打折扣,搞变通 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第三个就是 党让你做什么事 你就做什么事 党指哪,你就往哪打 党让你这个什么态度 你有什么态度 什么风格,你有什么风格 比方说外交部 这个就是党的 外交委员会 指导要进行战狼风格 所以你作为驻外人员 不有,不主动挑起事端 不做出一种癫狂的样子 就不属于符合党的这种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针 这就是不利 所以说外交部这种人员 风有 这个也可以从这个组织处理条例里面 找到他这个风格的源泉 第四 面对大是大非 重大矛盾 危机困难 等等等等等等 这个 不敢斗争 不愿担当 或者有不良影响 严重后果的 第四个呢 就是说是在 除了第三条这个方 总体方向 要挺党的之外 在大的问题上 也要积极于党 保持一致 主动的出击 要有担当 在大事上 也要挺党的 更是要贴紧 第五 工作不负责任 不履行职务 等等等等 就是 中间小事上 一般事上 别出大问题 第六 工作不作为 敷衍了事 长期懈怠 等等 这个就是一般要求 第七 对群众 怎么这么着 作风不正 忽视群众 等等等等 这个就是 冠冕堂皇的 这些我 我都认为 这属于凑字的 呃 其实最重要的是 第一个 我们再看 第八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搞形象工程 等等等等 这也是一样 第九 违反民主集中原则 个人这 个人或者少数人 决定重大问题 不执行 或擅自改变 集体决定 这也是一样的 没什么意思 都是赵超 在第十 在选人用人工作中 啊 任人为亲 跑风露气 跑官要官 拉票汇选 也是一样 没什么意思 搞团团伙伙 这第十一 搞团团伙伙 拉帮结派 培养个人势力 等等等等 啊 那问一下习近平 你为什么任人为亲啊 你为什么拉帮结派啊 你用的这些人 不都是培植的 你个人的势力吗 你现在就是什么呢 抓紧继续加强 培植自己的势力 别人不准培植势力 因为你的这个势力 为你服务就过了 别人的势力 那都是你的敌人 十二 无正当理由 拒不服从 党的工作分配调动 等等等等 第十三 不执行重大请示制度啊 什么配偶子女 违规经商 领导干部出国 报告制度等等 不要说领导干部报告了 领导本人配偶子女经商了 就是家人都已经都跑到国外了 你管得过来吗 你看全国开会 两会期间 这些人 哪个人家属不在国外 百分之 有一个统计好像是 这个中共的 中央委员里面 百分之九十多 直系亲属都在海外 至于政协和人大 这两个机构 我估计也应该在 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只要但凡有权有钱 就在这边 做自己的工作 捞钱 然后呢 让家人到海外 进行自己的生活 第十四 诬告 陷害 什么 报复他人 第十五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不连结 这个也就不说了 真连结 你就不是共产党员 应该反正就听 第十六 违背社会 公序良俗 造成不良影响 或者严重后果的 这个公序良俗是什么 这个就不好解释了 那个比方说 呃 一般意义上 比方说 有不良事后啊 吸个毒啊 呃 这个 嫖个什么呀 嫖个娼 找个世俗妇女 没事谈谈心 学学外语啊 呃 有他百事个情人啊 这一类的 当然这个也是中共的普遍现象 呃 如果要是不这样的话 队伍也不能容许你存在 大家都是这种风格 都是这爱好 你要真是性无能 这个党还不接受你呢 第十七 其他应受到组织处理的情况 哎 这个就是 那个法律里边的 中共所有的法律里边的 最后一条 呃 第一条和最后一条最重要 第一条基本就是听 这个 叫什么啊 当今圣上的话 最后一条 也最重要 就是 法律的框 什么都能往里装 就是中间的都无所谓 呃 第一条 简而言之 听圣上的话 最后一条 就是 这个圣上想怎么办你 就怎么办你 呃 因为这一条是 极度模糊 什么都能往里边放 只要圣上说 你不听话 你怎么怎么着 啊 这个 你就可以 按第十七条 前面这些 所有的都没违反 也能按最后一条 对你进行制裁 进行处理 就这么简单 哼 这个就是法律的框 这种条例 出来吧 和没出来一样 该怎么着怎么着 无非呢 出来 就是针对最近 实际啊 或者是 他的政治 斗争 格局啊 形式啊 专门出一个东西 有可能 针对某人 有相应的 这种制裁 呃 有很多人说 出台这个 是不是 要影射 呃 李克强 不听话 呃 习近平 要号召 这个 自主创新 李克强 结果呢 来了一个 叫做 呃 合作创新 要与国际 领域进行合作 习近平呢 呃 默许 要这个 打击 敢说中国 中共坏话的 这些企业啊 敢主持 中国人权 以及新疆人权 这个 问题 呃 这种正义的 所有力量 要进行这种打击 啊 要进行斗争 要进行抵制 李克强呢 反而跑到 外企的工厂 进行安抚 是不是这样 呃 我认为不是 不是那么简单 呃 李克强和习近平 是一条船上的 可能个人风格不同 呃 学识不同 但是呢 他毕竟是一个班子 即使不同 也得维护 这一届 政府 对外的统一形象 和统一利益 不可能和习近平对着干 把这个船嫌犯 呃 李克强也没有这个实力 也没有这个破例 呃 之所以有的时候经常出现唱反调这种情况 在政治领域这种形象 无论是中共也好 在国外也好 这都是很常见的 就是就一个问题 政府也好 或者是立法机构 像议会也好 发出不同的声音 呃 不把一个方向走死 呃 不把一个动作作绝 为今后有变化 而能够随时调整方向 预留一些这个角度 预留一些这个姿态 呃 习近平就是带领全国加速总后退 李克强呢 就是左勾右盼啊 呃 流连忘返啊 这时候给那些愤怒的人们一个宣泄口 给那些汉又幻想的人们啊 留下一些这个 一些这个叫什么呢 一些题材吧 啊 在总加速师疯狂 跑路的这种状况下 给他涂脂抹粉 扮演一个红脸的角色 习近平扮演的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一个白脸角色 呃 这应该是 党的最高统治阶层智囊们出的一种 常用的一种战术 这个大家不必认为这个条例是针对李克强出的 我认为是应该是针对别的 政治对手 以及 即将来到的这个 到任之后李克强的那个习近平的这个归属啊 是否能够顺利的继续他的第三个人期做的一个政治准备 一个制度上的一个准备工作 关键就是还是刚才所说的第一条要听习近平的话 最后一条 这个 不听话就有各种办法来对你按这个法律来进行制裁 好 拜拜 拜拜